备餐检查能查出什么?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邹百仓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备前检查主要是检查上消化的病变 包括食道、胃、十二肠 还可以观察小肠 大肠一般就要通过备灌肠检查了 它能检查的病当然也比较多 一般消化到常见的气质性病 大部分也能检查出来 比方溃疡、炎症、肿瘤、吸肉这些疾病 对于长宫族的病人 即消化到有穿孔或者有漏的病人 不能做背肌检查 背肌检查一般不作为奇践的例如 是发现疾病的时候 我们临床上根据需要去做的一个检查 能初步判断消化到的疾病 如果进一步要明确诊断 当然还要内窥镜检查 并去病理去活检来明确诊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